某大学副校长在一周内失去了父母姐姐 被中纪委喊话谈话 封闭在家里 他跟我说七哥 我是中国最牛的人 当年劝我回国 我放弃了一切 现在就让我孩子成为绑架平常回国 就像加拿大的杨健敖一样 这个孙子就是想尽办法靠近了 臣氏兄弟 他的妻子和家人 出卖了他一切的情志 共产党掌握完以后 把我们的他弟弟诱骗到新加坡 从新加坡用麻袋给装回去 在广东的几十口家人全部被抓 最后有荒唐的重庆大审判 在三年前的今天的几天前 习近平告诉川普 病毒在武汉发生 可控可防 就像感冒一样 然后我们会给你提供所有的医疗产品 包括口罩 当时我说武汉死了多少人 都觉得我是荒唐的 就连美国政府的我们的朋友说 武汉死了也就几百个人 现在他们公开承认死了一千万 说今年再死两千万没啥呀 可以接受啊 事实现在一定会接近两千万 三年前的武汉 你不说可控可防 人类现在死了这么多人 你们现在到处烧尸体 不可控可防吗 当时的美国川普 庞比奥都不敢说话 那个时候全人类只有我们敢发生 到了 日本国川普 星期间 第一次 准备 牢 来